Hello,大家好,我是亮子 好久不见,大家过得还好吗? 那么有关注西游记的粉丝们知道 我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留学生 那我在马来西亚生活也快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之前呢,总是跟大家介绍 说我觉得马来西亚哪里好 那今天我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中国人觉得接受不了的马来西亚的十件事情 我们会尽量说的公平客观一些 因为我之前也问过一些我身边的中国小伙伴他们的意见 希望不要有算明骂我好吧 数都两面性的 第一,就是在外面不管打包是冷的还是热的 都会经常用到那个塑料袋打包 比如说打包个饮料之类的 会用到就是塑料袋而已 然后它上面会用机上那个绳子转很多很多圈 所以每次都很难拆开 就比较烦 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真的很不发达 就是虽然说它在吉隆坡和雪兰楼的地区是有地铁和轻轨啦 但也不是说是四通八达的 然后出门呢,你一般还是会要开车 在马来西亚会说车就是你的一双腿 你如果没有车你哪里去不了 另外呢,马来西亚也没有高铁 还有之前的那个新农高铁好像也被取消的 最想吐槽的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PTM 这个呢,我之前我就做过一次了 都是从宜保做到吉隆坡的 真的特别特别的慢 再也不想做了 那本来是预计五点多可以从宜保上车 然后可能七八点就可以到吉隆坡了 那结果呢,它首先是晚点 晚点我们好像八九点钟才上到那个PTM 之后呢,它就走走停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PTM可以看到旁边公路有汽车路过 然后你就看到,哇,那个汽车路 开得比PTM快 真的就心里就很着急 半夜两三点钟才到达的吉隆坡 这还不如直接开车回来 三,马来西亚的电子支付呢 也没有很普遍到每一个档口每一间店都可以用 而且我发现这边的电子支付软件 真的好多啊 什么Tachanggo 什么Mayban to you 就很多很多 不像中国的话 基本就是两个就可以 一个是微信支付 或者是支付宝支付 五,刚才马来西亚的时候 吃不惯这边提气怪怪的马来餐和印度餐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真的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抢吃和适应的 但是,嗯,试用过后 你会发现他们有些美食还是蛮好吃的 六,呃,我发现很多中国小伙伴受不了 马来西亚这边跟朋友出去吃饭 都是要AEA 然后因为上次在我们中国是同性朋友的好朋友的话 可能是这顿我请,下顿你请 然后如果是异性朋友的话 第一次见面一定会男生请客的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 我跟我一个女生朋友去 呃,跟一个当地华人男生 是第一次见面哦 去吃饭 其实我们住的都算离得比较近的嘛 然后那个华人男生也有问我们 就是我们怎么过去啊 我们说只能打车因为我们没有车嘛 然后他也没有,我主动说 哎,要不要过来赞你们一下 因为住的是很近嘛 然后呢,更奇葩的是 就是我们算是吃了下午茶吧 其实三个人花了就四五十块钱而已 然后他还要跟我们share 还要跟我们AA评分 然后长大以后 我们再也不跟他出去了 就是我们回去就跟他说 不不不就不就不就不约了 其一在马来西亚会有语言差异 首先是英语呢 呃,这边的英语其实是有很浓重的 马来西亚式口音的 所以刚来的中国小伙伴可能会听不太懂 马来西亚人说英语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 有时候也可能会听不懂 因为会有一些特殊词汇的使用 以及一些方言的掺杂物 第八个呢就是 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公共厕所啊 地面都会非常的湿漉漉的 每次我去商场上厕所的时候 就要非常小心翼翼 就像过河一样 第九个就是要吐槽一下 马来西亚的网速、网购以及物流 真的喜北漫啊 那个网速尤其是到晚上或者是多么 或者是很多地方的时候 他就直接Nike到不能用了 然后再说那个网购现在是 Shopee和Lazada上面用的比较多嘛 但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他发货之后的那种物流 就是比如Post达柱啊 就真的很慢很慢 他就就算他已经显示说那种商品已经到他们仓库了 他就是不给你送 就是不给你送 就是玩 最后一个呢就是 马来西亚虽然也有外卖 但是我发现等待的时间很长 而且外卖费也很贵 尤其是百家外卖 我记得 有一次是等了有两个小时左右 我真的饿福二都要谢了 他才送到 我都要饿福 嗯 那不知道身为马来西亚人呢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感呢 如果你有相同意见或者不同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记得点赞分享转发这条视频 记得关注休记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